在柬埔寨被拘留一个多月的法国建筑师德维莱尔获释后 搭乘飞机前往中国 中国方面需要他对中国今年最大的一起政治丑闻作证 柬埔寨官员星期三说 德维莱尔星期二晚间自愿搭乘飞机前往中国 上个月 柬埔寨在中国的要求下逮捕了德维莱尔 但是没有对他提出起诉 据称 德维莱尔与已经失势的前中国共产党高层官员薄熙来 还有他的妻子谷开来有着密切的生意关系 在今年早些时候 薄熙来被免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的职务 谷开来因为涉及一起英国商人的谋杀案而受到调查